1957年的一天 一位贵州的老农 因为随口说了一个成语 就被当地的公安逮捕了 公安局宣布 此人正是周总理亲定的要饭 听完公安局的说辞后 老农的工友们表示很奇怪 一个平日里干活积极 少言寡语的人 为什么会是周总理亲定的要饭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人名叫郑云霞 1907年出在一个官患家庭 他的父亲是郑宗瑶 早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 在那里他认识了孙中山 加入了同盟会 参加了推翻满清的革命 孙中山发起的反清起义 郑宗瑶也大多都参加过 凭借英勇的表现 深受孙中山的重用 在清廷被推翻之后 他被调配到孙中山先生的 大元帅府任职 父亲投身革命 在父亲的影响下 郑云霞从此立下了 报国之志 立志当一名民族英雄 因为家庭富裕 郑云霞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本人也非常刻苦努力 长大后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 如果不出意外 他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法学家 但在上学时发生了一件事 从此改变了他的想法 当时三名喝得烂醉的英国水兵 在大街上与郑云霞的同学发生了争执 并将一名同学的腿打断了 文讯赶来的巡警 将惹失的几位英国水兵拘留 第二天 当他们去警局交涉此事时 却被告知英国水兵已经被释放了 因为他们在中国享有制外法权 此事带给郑云霞很深的触动 从此他投笔从容 放弃了在乱世中最无用的法律 去了黄浦军校读书 北伐战争打响后 他加入北伐队伍 在何英钦的部队担任上位军法官 1928年年初 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 设立了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 郑云霞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当时表现优异的郑云霞 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领导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的注意 发展他加入了青年社 后又在中统担任高级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 郑云霞怀着满腔热血 投入了抗战 实现了报效国家的夙愿 1938年台儿庄战役时 他与王明璋一起死守藤县 与日军五次争夺阵地 坚守到援军的到来 才带着满身的血污掩护伤员撤离 此战后 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 郑云霞确实为国家和民族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那么在抗战结束后 身为国民党特务的他 开始为虎作娼 丝毫不顾同胞之情 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 制造了多起惨案 其中两个臭名昭著的历史案件 重庆苍白堂事件和教长口续案 就是郑云霞亲自参与并指挥的 1946年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 蒋介石不得不在重庆苍白堂召开会议 参会的人不仅有共产党 还有各大党派 为了此次会议能够正常举行 重庆各界还组织了陪都协进会 蒋介石心里非常恼火 于是安排特务 郑云霞等人进行捣乱 他们像地痞无赖一样 接连几天 在会场门口谩骂主持人 向会场扔石头 扔炸弹等无耻行为 造成一定的伤亡 最终会议无法正常举行 后来 协进会决定在重庆的教长口举办 郑云霞等人得知消息后 再次前去破坏 这一次还将发言人李公普打伤 随后 郑云霞摘下帽子 连着挥动了三次后 其他特务接到郑云霞的暗号 也跟着见人就打 直到周总理等人赶来 才制止住此次事情 然而 郭沫若 陶行之等六十多人被先后打伤 整个会场当中人心惶惶 此次的流血事件直接惊动主席 主席愤怒地说道 这笔账一定要算 总理也下令 一定要逮捕郑云霞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这期间 面对通缉令 郑云霞依旧贼心不改 不断残害共产党人 欺压百姓 随着国民党的败退 蒋介石带领一群亲信 退守台湾 不过在这之前 给郑云霞一个命令 那就是将重庆的工厂 水电厂 机场 重要文件等都破坏掉 执行完命令后 郑云霞火速赶往成都 乘坐最后一趟飞机 不曾想 再赶往成都的路上 车子抛锚无法前行 而破坏这个车子的人 正是自己的司机 深知司机 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卧底 郑云霞甩掉司机的追击 面对随处可见的通缉令 也正是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为了潜伏 他卖掉了武器遣散了卫士 乔庄打扮后 准备南下云南逃亡缅甸 但解放军严防把守 无法出境 期间被抓一次 郑云霞谎称自己是小商人 被释放 返回四川途中 他又被土匪绑架到深山 即将枪杀时 郑云霞却用熟练的袍哥黑话 与土匪老大胡司令攀上了交情 有惊无险地背诵下山 之后 遇到一名也正在逃亡的国民党少将 看在之前同僚的份上 给了郑云霞一个假的通行证 郑云霞便开始隐姓埋名为刘正刚 随着共产党严惩要犯的风声 越来越紧 很多老百姓也受到排查 郑云霞靠着假通行证 蒙混过关 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自己随时会暴露 于是来到相对落后的浊水镇 这里交通不发达 人们的生活也大多贫苦 不过却很少有解放军前来盘查 郑云霞开始用自己的新身份 刘正刚自称 主要以贩卖小东西为主 闲暇时间还帮助邻居种地插苗等 经过多年的逃亡 此刻的郑云霞 完全是一个农民的形象 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普及 郑云霞成为浊水镇的贫民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邻居的帮助下 娶了一名 丈夫早早去世的山东女子邵春兰为妻 毕竟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 自己一个人很容易引起怀疑 邵春兰话很少 不过很勤快 郑云霞本以为自己此后 也可以过上平稳的生活 不曾想世事难料 1956年 全国开始对司改造扫除文盲 郑云霞也被派到县里学习 同时还在一个榨菜场工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 郑云霞的身份被曝光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故意装出一个文盲 很多东西书记教完后 郑云霞还会再问上一遍 某天打算盘的时候 引起了书记的注意 昨天刚教完打算盘 第一天还笨手笨脚地到处盘问 第二天就快速上手 嫣然一副非常熟练的样子 这一举动引起了书记的注意 不过也为郑云霞安排了 会计这个职务 此后在工作中 郑云霞依旧表现得笨手笨脚 然而在说话之间 却总是带有一股闻皱皱的书生气 书记的心中泛起了嘀咕 此人莫不是到处张贴的通缉犯吧 于是开始格外地观察这位刘正刚 某天正在开会的时候 郑云霞一句不翼而非 直接证实了书记的猜测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 是不会在说话的过程中 频繁使用成语的 此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开完会之后 书记立马选择了报案 被抓后的郑云霞 对自己当特务时期 所犯的种种措施供认不讳 也安心等待着死刑到来的那一天 不曾想 等到郑云霞的不是死刑 而是有期徒刑15年 因为当时共产党出台了一个政策 以人道主义考虑 能不杀的不杀 郑云霞得以保下一命 在监狱的15年当中 管理员也给了他们人性化的关怀 每周可以看一场电影 听相关的演讲 不仅如此 还可以看相关的报纸等 日常的饮食生活也和正常人无异 期间 郑云霞的左脖子上 还长起一个恶性毒瘤 管理员得之后 立刻联系医院进行切割手术 郑云霞被感化了 自己当特务的那些年 国民党除了会关心 自己任务完成的如何之外 别说是日常生活了 就连生病受伤也无人问津 郑云霞回忆到 自己曾经犯下的种种错误后 久久不能平息 期满后 郑云霞被送到煤矿省进行改造 因为表现良好 多次受到表扬 1981年 郑云霞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这对于郑云霞来说 简直就是重获新生 因此格外珍惜这份工作 并且以自己为经历 写下了当任总统期间的种种真实经历 以及所犯的罪行 长达76万字的回忆录 郑云霞取名为风潮与稀楼文集 并且还提供了8000多张真实的照片 2009年102岁的郑云霞去世了 而他唯一的心愿便是 回到较长口 亲自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忏悔 此后 郑云霞的事件被各大媒体和电视剧播放 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特务生活 俗话说得好 跟对人做对事 这句话用在郑云霞身上 大概再合适不过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去见